学IT 拿高薪就来千锋教育 高品质全程面秀教学 零元入学 两周免费试听 就从旁边吧 我们看一下有名信号量 再来扩展一下 因为他在这说的很少 没怎么去说 扩展 有名信号量 其实我们说可操作系统移植标准里面 有无名信号量和有名信号量 无名信号量就是我们上面那种 主要是用于现成 但是它本身是不是用于进程 用于进程的时候 是我们要对一个内存映射 是不是 还有有名信号量 我们接下来讲一讲有名信号量 看一下 无名信号量一般用于现成间同步互刺 而有名信号量用于进程间同步互刺 但是大家注意一下 抓住核心 不管是有名还是无名 不管是现成还是进程 最终离不开的是同步或互刺 是不是 只要是互刺 一个信号量是不是搞定 只要是同步 是不是多个信号量 随先运行 随之一 其他全部之零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的 然后P字几 V 下一个 这是什么口诀 最最经典的口诀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有名信号量打开 你看到没有 因您想办 你要有名字 说白 这是两个独立的进程 独立的进程 它们之间沟通 要么 其实本质上也就共享内存了 还有一个就是本地文件 实实在在的本地文件 是不是也可以够通 比如说我往本地文件写一个数据 这个进程关闭过后 这个进程可不可以从本地文件中读取数据 可以 是这没问题吧 对不对 本地文件 还有数据库 数据库就不简单了 你往这个数据库写 这个从数据库读 是不是一样一样的 但是那样工作量是不是太大了 它就不会真正有本地文件 而是采用了什么 就是将我们的一个内存缓通区 抽象成一个文件 一个文件名 就是说我们是不是 你看这个信号在打开的时候 是不是要指定文件名 是不是指定文件名 而我们刚刚讲无名信号量 在进程中通信的时候 是不是用了一个MMAP 是来内存印射 那么这个内存印射 我前面还 后面再讲到一个 倒数第二个参数负1 然后还有个0 负1就是影视印射 影视印射 它是不需要文件名 就是说 自动了 给我们找一个 但是我们有名信号量 它就没有做这个什么呢 就没有做这个什么影视印射 那必须给名字 明白吗 给名字 那么这个名字一定要注意 不要给路径 不要给路径 我再说一下 为啥呢 一会儿写完过 我再给你看 其实这个有名信号量 它是存在了 存到了哪呢 记得不错的 应该是DV目录下的 设备目录下的SHM 这啥玩意儿 Share Memory 是共享内存里面 它是一个目录啊 它里面存放的就是这些有名销量 明白吗 它默认是存在这里面 它有个默认存放路径 所以说这个地方就不要给路径了 你只要给个名字就行 它会给你新建 明白吗 它会给你新建 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对上面我们的进程间的一个扩展 还有了简化 是简化用户的操作 把用户量提升出来 就是用户的什么呢 重心提出来 你别再整那个MMAP 去考虑什么 什么印射啊 页印射啊 或等等这些 OK 你看这个地方 仔细看一下 第一个是文件名 第二个是Flag Flag是什么呢 用户的权限 用户的什么权限 读写权限 是不是读写 好了 这是存在的时候 如果不存在呢 文件名用户操入权限 因为它最终要新建成一个文件 那缓转区呢 最终要有一个文件才印射它 但是它至少是一个文件吧 大小多少不管 至少是个文件对不对 说说文件躺在磁盘 躺在我们的什么目录下呢 DV目录下的 SHM目录下的那边的话 它是不是应该 躺在磁盘里面的话 是不是应该有个权限 说说大家看到MOD 这个就是磁盘的权限 什么意思 0777 0666 还记得吗 对不对 我们说躺在磁盘 我们拎到下面 是不是有三个权限 所有者同组用户 是不是其他用户 所以我们这里 你把写0666就行了 最后一个参数 就和我们前面 前面的无名信号量 一样的初始值 1 获得0 还有操作 那个那个那个 关闭 你看到没有 关闭 是不是它close 关闭它是不是就行了 但是这一定要注意 它这个返回的是什么 返回的是什么 是不是指针 咱们是不是要用 要用指针面去接一下 要用指针面去接一下 那么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 只要名字一样 不同的进程间 只要这个名字一样 它操作的空间就一样 这样的好处 比刚刚那个好处多的地方在哪呢 刚刚我们那个 MMAP 是不是要放到 创建 进程之前 创建进程之前的意思是干嘛 因为我们接下来FORC 是不是复制资源 是不是可以把我这个共享资源 内存印射这一点 是不是也复制过去 是方便操作 而它呢 这个函数就不用 在每个进程里面都可以 为啥呢 只要名字一样 它会给你做这个印射 明白吗 如果印射成功 比如它先不存在 存在打开 不是 如果这是内存 假如这是两个进程 如果你是先不存在 第一次肯定是不存在的嘛 对不对 是名字是不是印射好了呀 当我们下次再去打开的时候 它会 比如说我再去调用这个函数 去弄的时候 它发现存在的话 它不用管 只要你两个名字一样 它两个进程间 都会认为是印射的这个 这是方便多了呀 就不用调位置 该哪用 是不是打开 是不是不行呢 这一定要注意好 名字一样 代表的有名管的 就是同一个 简单来记 名字一样 代表有名管道 就是同一个 那么这儿给大家做个笔记 这个笔记 这很尴尬呀 这也是了解 重心还是在无名信号量上 我没想念了 好了 这儿注意 我们看一下 看一下有没有 但一会儿可能现在是没有 DV下面的 是不是有这个路线啊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但是有很多在这里面 但是这个是系统的 不是我们的 一会儿我们是不是自己写个名字呀 是写个名字呀 是写个名字啊 OK好 注意 第一个是什么 文件名字 只给文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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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给路径 这个教案上说了吗 这就没了呀 说没有说啊 OK好 别看了open 别看了open 这儿 哎呀 文件路径 我说我在当前路径下的 什么什么路径呢 不太好 好 这是这个 第二个 第一个点是这个地方 第二个 不同的进程间 不同的进程间 只要文件名一样 就代表是同一个 什么呢 有名信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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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这是这个 我们接下来写一下 写一下这代码 写一下这代码的话 我们还是先写 互次吧 是不是互次啊 在这儿还给他说一下 你看他下面是有什么呢 还没说完 还有个关闭 是关闭 我直接拷贝一下拷贝就行了 是不是掉用什么 先close 是不是关闭他 对不对 这个不多说吧 我们用完过后 是不是才关闭 那么像我们刚才那个多进程里面 是放到副进程接收完了 是不是关闭 是不是最好 对不对 好了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什么呢 还有一个关闭过后 还有个删除文件 好 删除文件 那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关闭和删除有什么区别不 你看 关闭信号量和删除信号量有什么区别不 我给你画个图大家都明白了 但是这个要想弄懂这两者区别 其实还要了解一下就是说有名信号量的本质 好 有名信号量的本质 就说这是两个互不相关 相关 互不相关 或者是什么呢 有血缘关系的进程 是不是还是在谈进程 对吧 那我就不写那么多了 直接去进程一和进程二 可不可以啊 它可以是有血缘 也可以呢 没有血缘 互次 我就为了提高大家的所接收的字典的面积呢 我在互次里面 我写有血缘的 在同步里面 我写没有血缘的可不可以啊 这两个字典是不是都涵盖了 OK 那么这个地方呢 一定要注意 本质呢 其实这个东西有名信号量 无名信号量 它都是一个缓程区 缓程区 但是这个缓程区在操作的时候 你要映射 那就还谈到共享内存了 对吧 说说它为了形成区别呢 在这个缓程区里面呢 给你抽象成一个文件名 是抽象成一个文件名 这和我们的什么有件类似啊 是不是有名管的 是有名管的 非常好 文件名 文件名 那么文件名 我们调用open去打开 你说这个呢 是不是有open sendopen 是不是去打开 我们有名管的 是不是open 是不是打开了 说当我们去调用sendopen 去打开的时候 它至少要产生一个 这个信号量的指针边量 或者产生个地址 用一个指针边量去接 可不可以啊 我把这个地址 用这个去标记 可不可以啊 这个就是我们sendopen 打开返回的地址 一个指针边量 是不是去接了 这能理解吗 OK 好我们就在这 sendt 这个进程里面 是我们还是要调用我们send 信号 信号 se吧 可不可以啊 spe吧 就指针边量吧 spe 那同样 这个进程 是不是也可以调用这个函数去打开 是不是也可以调用去打开 好打开 这个进程里面 这个进程里面 是我们还是要调用我们send-t的spe2信号 它也是调用这个open是不打开的 好打开过后 那么这时候告诉大家关闭是什么意思啊 关闭仅仅是断开这个链接 明白吗 因为我们是通过这个指针 这个信号 有名信号量的指针 是不是操作这个缓程区 增加它的这个0E的变化 一个加1 一个是减1 是完成一个互次或者同步的动作啊 但是是不是都是在这个进程里面 就是说在用户里面 这个虚拟空间里面 是不是只能通过这个地址去调用 因为这个是物理地址呀 这是物理的 一定要注意好物理的 因为我们不能直接操作物理 物理 所以说这个close是什么意思啊 只是呢 断开这个链接 说白了或者说是回收这个资源 因为这也有空间嘛 回收这个印象资源 但是这个还在不在 是不是在的 而这个进程断开close断开 是也是回收这个资源 就断开和这个物理内存的操作权限 但是这个文件名是不是还在 而下面这个呢 有link 就过分了 它给的是什么 是文件名 所以说它释放的 是不是这块空间啊 能解吗 OK啊 所以说我们到时候 那么这个是在具体的进程一 或者进程二中 是不是要调用的 而这个要在哪儿 所有进程一 二 会出过后 副进程 才把这个干掉 能解吗 所以说我在讲 进程的时候 我特别讲了一下多进程的创建 副进程就别干其他事 就只是用来干嘛 等待其他止进程结束 这才是标准的写法 没有吧 所以说这是缘分 缘分到了 一切都好说 对吧 OK 现在明白这几个特点没有 close和unink 对吧 什么时候调用 是不是也有分寸了 OK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 来写一个 写一个 写个什么 案例 有名信号量的 什么呢 护次 是不是写个有名信号量护次 好 有名信号量护次 有名信号量护次 我们来看一下 05 有名信号量护次 我问一下大家 这个是进程吧 都是说的是进程 是不是 有名信号量护次 那我可不可以把刚才这个进程 直接拿过来 拿过来两个 拿过来我要晕 对吧 那这样 我拿过来了 我把这些都删掉 只留创建多进程的框架 可不可以吧 其他是不是都重你写 对吧 因为我重新再敲一遍 这个是不是 好吧 你这么说 抄一遍 加深印象说的我都没理由了 我靠 行吧 然后就重敲一遍 过分了 我把头文件拿过去 我看一下 这个有名信号量的头文件是啥呢 是不是一样的 和无名信号量是不是一样的 OK 我的无名信号量一样的话 我就把 我不要下面这个 一会儿如果需要 是不是再给 OK 你要加深印象 你这说的无法拒绝 对 好了 我把这个视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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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